而重要消息来看看水库现在水超缺的 现在水未见底已经要拉垫背的了吗 我们先来锁定的是石门水库 石门水库的蓄水降到了这个33.9% 这个是建库58年来旱向排序第四少的 那桃园市长郑文灿就说水晴现在亮黄灯了 不排除桃园可能也要开始陷水了 我们看到桃园石门水库这里的水确实是少得可怜 那另外一个地方缺水连带会波及到水力发电也不够啊 被运为水力发电王牌之一的大甲溪电厂 这里也是因为缺水所以停摆了 而日月潭包括了像是大关还有明潭电厂 也因为水位不断的下降 像现在夜间供电也变得非常的吃紧拉紧爆 距离这个取水位只剩下9米了 只能撑到4月底 那台电现在可能要改派燃气上场了 而另外我们看看台中 台中从4月6号开始实施的是公五停二嘛 有些地方是公五天的水在停两天 而且是分成两区来轮流停水的 那今天已经过两天了 今天是8号 有人很开心迎接水来 但是有住户呢 是从今天开始停水的 而无期有民众抱怨说 明明公告8号凌晨才要停水 但是没想到昨天晚上6点钟 就已经先没有水了 洗手台水桶流理台通通拿来储水备战 台中海鲜居民从7号傍晚开始为水而忙 只是有些住户还没存够 就提早面临没水可用 6点我就没水了 又有身体了 还没水桶就够了 自然水桶这么小 晚上6点就没有水了 疑惑声浪来自台中无期区部分住户 我父亲人不舒服 他需要很多的水 但我没有办法 他通知12点 怎么变8点 就快要没水了 还有老人家重病卧床 家人差点来不及被水 自来水公司解释 并非提早停水 而是在无期区从傍晚开始 工业区工厂加上住户 集中大量用水 导致水压降低 台中市轮流停水分两区 第一批的8号水来了 心情很好啊 心情很好 不知道是否超高 市场摊贩扭开水龙头 开心清洗用具 但转到另一头 这两天要靠这些统资备战 水省着点用 心情更是两样情 三立新闻无一者刘汉伟 将军昂SN小组 台中报导